你们知道在网游百花齐放的时代 会和一款回合制网游劝得长胜不衰吗 梦幻西游这款国民网游 厉害就厉害在 它解决了网游始终避不开的三大衰弱 首先面对网游的一生之敌工作室 脚本梦幻采用了这回合制游戏才能使用的羊毛 大家来找茬 到你点击面对你的动画人物时才能解锁 否则就会掉线 这一简单却奏效的招式谈成经典 其次与多数网游将单级游戏连网化不同 为玩家营造一个网络现实世界 它并不一味的迫使玩家花时间去做任务 而是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玩法乐趣 比如卡69集 你可以穿一身无级别 体验当大哥的欢乐 也可以穿一身还装 享受抓毁风药的乐趣 高等级还有全幅焦点的武神坛之战 让每个玩家拥有更多自主选择 而不是游戏策划 迫使玩家去做 极高的自由度也是它长胜不衰的原因之一 最后梦幻营造的是一个游戏世界 丰富的互动体验 总是那游戏玩法才是一个世界的基本 而梦幻能一直维持稳定 哪些社会学博士更是鞠躬之伪 不仅学历高 他们本身也是以玩家的身份参与策划 深入了解玩家的内心需求 让每个梦幻玩家沉浸式享受 这也是我们这些玩家 对梦幻念念不忘的原因 当然啦 梦幻需要亲我们的肯定不止这些 它所散发的魅力还有许多 那么你们又是因为什么 喜欢上的梦幻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